娱乐圈中的顶端级艺人 红到一定程度就会被说自言咖 好多人提及王一博却有着别样的看法 因为他出道五六年后才迎来属于自己的流量时代 王一博14年随着组合Wing出道 在团队中是rap也是舞蹈担当 可惜出道及巅峰 随着现韩令的出台 这个组合也石沉大海 其中还有不少的作品居然没有发布 近日Wing中的成员分享才听到这首未曾发布的作品 特别是王一博稚嫩的声音出来后一段很短的rap 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个组合有着太多的艺难评 而如今王一博的走红 才有机会让更多人记得昔日这个组合 说起来王一博哪有这么幸运 他也是从一个练习生开始的 也是从极其无名的十八线小艺人走过来的 也是那个有着十几年舞蹈练习才拥有自己舞台的人 其实王一博并非是一个幸运的 而是有准备有实力的艺人 他能够持续性爆火 且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 也是因为他的业务能力确实抗大 街舞出圈是他多年有备而来 热爱的运动他会拼尽全力 如果说从爱豆到演员的转型 王一博是少有的九五后小身中的佼佼者 也是成功的一位 那么这不仅是他拥有流量 更多的是他的付出与努力 随着作品的上映 他一步一个一个脚印 走得踏踏实实 演技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 他也是从一个被大家吐槽演技 到逐渐被认可 甚至还能提名金鸡奖男配 他一路走来 付出的他人多得多 有人发现王一博每部戏 貌似都要受点伤 挨顿打着实有点小可怜 为什么每次都会这样 隔一于他选择的作品 就是这么有钢铁之难 近日王一博新剧长风破浪中 为若来兽型的画面放出后 被揍得满身都是伤痕 血肉模糊 皮开肉绽 隔着屏幕都看着心疼 还有热泪中 陈硕被队友一脚拆倒 无名中叶秘书的打戏更是满脸伤痕 胳膊肘都要包扎一番 长空中开个飞机更是拿命去搏 更别说其他的电视剧作品 受伤的画面比比皆是 想想都心疼 这孩子拍戏基本上离不开被揍 看的人五味杂陈 不知道为什么 王一博的粉圈却向来喜欢看他这一面 打得不过瘾 衣服应该脱一些 露出点腹肌才可以 皮开肉绽的不够多 应该再大方为些 果然网友喜欢 没有任何心疼 只希望多看点他们想要的画面 哎呀 抒情果然不适合王一博 因为他从来不会卖惨 很不会拿这些东西大作文章 而是用作品说话 凭借自己的本事来证明自己 我是小肥妖 吹捧王一博从布莱西的 他一步一步走来 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流量时代 何来幸运 更多是有备而来 还在不断进步中 让人钦佩 题外话 王一博有幸可以红 可是能够红五年 天时地利人和 缺一不可 可是口碑的提升 再度说明一点 他是有实力的 他并非是个资源咖 而是随着他爆火后 才会有这么多的资源来找到他 他也很好地抓住了 红是一时的 可以长红下去 那必然是人家的业务能力抗打 得财兼备才可以 看一下这些年的 王一博业内合作过的人 都赞不绝口 团队很负责 配合度很强 有口皆碑 如今很多人都不曾对标 王一博 因为没有可比性 因为他在成长在 进步的路上 走得有点快 更是一个很专注于热爱的人 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